赤兰儿书邦在野百年新都庙 爆发骚乱事件越演越烈 庙方态度强硬 坚持不搬迁 更要求首相介入调停 到场视察情况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 子莱达促请州政府 召集既得利益者开圆桌会议 寻求双赢的方案 斯里马哈马里安新都老庙 骚动事件一波接一波 涉案者昨天烧车 今天行动升级 转向袭击消防员 还入侵发展商的办公室 敲碎玻璃 情况濒临失控 百年庙宇骚动事件发生 至今进入第二天 那尽管现场的聚集者 人数已经大幅下滑 不过来到现场 其实这些被烧毁的车辆残骸 还没有被清理 那现场也有大批警员 24小时驻守在门口以防万一 那目前在我后方 就有大批的庙宇的代表 正在召开记者会 而他们唯一的诉求 就是要求首相敦马哈迪介入 来解决问题 苗方也对两阵雪州大臣 纳都斯里阿兹敏阿里 和阿米鲁丁勒 处理手法表达不满 他们重申坚持不搬迁 到医院探访商者的房屋 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 随后在下午一点半左右 抵达案发现场 视察情况 他说这是严重事件 因为受伤的消防员 肺部受感染 已经被转入加护病房观察 情况危急 于庙宇搬迁风波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祖莱达促请各造坐下来 平心静气寻求双赢解决方案 庙方已经派出代表 在上个星期五成交备忘录给雪州苏丹 沙拉虎丁殿下 要求苏丹斡旋协助解决纠纷 八度空间准思旋 书邦在也报道